我好不满意我的杰作呀 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要剪头发 这个事情我就想得非常明白了 我是在去年2022年的3月份 我调懒了 然后之后呢 就每隔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 去到沙龙店去补懒 补懒在全头懒 补懒全头懒 这样子其实频繁 过于频繁的去伤害头发 然后我现在头发呢 就是它肉眼所见的 不光泽 没有质感 摸起来的话特别的干涉 有时候还会打结 就到中下半段的时候 就是我去年调懒的 非常不满意 我现在这个头发 它的长度我也不满意 光泽感质感 我通通不满意 所以说我要剪头发 有学过两年的美发 沙龙店去工作过一年 但是真正的给我自己剪头发 我从来没有过 我知道有很多的这种 自己在家里剪头发的视频 他们可能连一天的美发课都没有上过 他们都比我勇敢 我都有三年的在这方面 泼马滚 泼 泼打滚马 泼马滚打 那我有什么不敢 其实我想的非常简单 就是锁骨发 我这个头发上个月 四月份剪的又长到一个比较中长发的 上次我在锁骨的下面四个指头剪到这里 到锁骨的下面两个指 两个指头 我说你做造型 那它还会往上 铸上去吗 锁骨摸一摸 差不多是这个长度 就是到这里 话不多说 我就直接开剪 直接一刀剪呢 还是 给它闪剪 剪了 没什么好犹豫的 剪刀这个声音 我是非常喜欢听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去学美发的原因 我很喜欢这个 非常的疗愈 好 剪了这么多 我挺满意 这边剪的没有那边来得顺手 好几次都 戳到我的那个指头了 你看 这些头发 留着有什么用呢 这么不健康 它就是一堆稻草啊 好像这边有点可能手的 顺手的原因吧 这边可能就要就短的 所以这边再来一点点 基底线要确定好 不然的话 待会散开了 更麻烦 自己剪就是不顺手 因为我这边摆了个镜子 看到是反手 有没有很容易看出对眼 自己可以自己剪的话 就特别的外 应该插插到哪里去 大不了再去找我发型师 再来修这个层次 我想要一个低层次的 分三个section 打薄剪一层层的 稍微打薄一下 扭起来 因为我知道低层次嘛 所以我就打低一点 就这样 一二三 糟糕 我刚才剪的是哪一个部分 就这个部分 它还在一坨 刚才剪的碎发 给它剥下来 现在摸上去 我都觉得剩下的头发 顺滑的不要太多了 不然我还得 拿我吃的什么东西营养 去补济它 真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就放后面去了 就一层层的 就分细一点 我是往外扭 一二三 这个这样就不要动它 我这直接就用梳纸 我把它梳掉就可以了 这样就越来越有脏法了 就越来越上到了 剪刀已经要拿对 一定要是打薄剪 你看我这个角度就是不顺手 本来是应该这样跟它对角嘛 但是我试试看吧 一二三 我觉得应该是对角 更公平一点 为什么我选择低层次呢 因为我上次剪的时候 是也有层次 而且风险没那么大 就算是剪糟了 也不会特别糟 我眼睛好累啊 因为一直斜着 但是非常有乐趣 我喜欢 其实去沙龙店就是换心情 剪的是头发 换的是心情 我要剪三个section 这一个最底层的 已经全部搞定 还不错 好再来 底下有必要先扎一下吧 这不是快进 就是剪熟了 熟人生巧 把这两层 我还是用橡皮筋把它扎起来 不要跟最上面的一层混掉了 哎呀还是挺快的 我也好期待的 非常开心的 激动的 摸摸practice 我一开始还挺紧张 现在的话 我就找到那个feel 剪刀和梳子可以都在手上 最后最后最后了 哎呦 都跑到后面 往我的右边多一些 因为我这边头发有一点自来卷 让它长长一点就会好一点 就是我的发际线是在我的左边 这样测一点分呢 它会有一个蓬松感 高颅顶 左右不对称一点 就可以修饰一下方脸 这刘海部分 我不想要太多 其实没有很糟糕 我觉得不用剪 一下剪一下 有点毛躁 我去卷了一下 我发现有个问题 后老勺 特别锐的一个尖尖 怎么办呢 这时候 我要把那个尖尖去掉 我去看一下 照后面的镜子 我就死死地夹住了 这一撮 就是尖尖 我要把这一撮剪掉 其实非常有难度 因为走来走去会挪动 但是我尽量吧 尽量就是做到 不要去找发行师 其实这个时候我都是盲剪 比对后面头发 差不多来回有五次 看不到后老勺的头发 也是有一些瑕疵 整个体验来说 我是非常的享受的 我觉得我所学自用 没有白学 那好 今天成功 我昨天不剪了头发吗 然后弄了一个 卷了一个梨花头 然后我今天去接孩子回来 我把头发披下来了 这个梨花头它没有了 它变成了一个外翘的C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来回剪了好几次的那个C 它也没有了 变得非常的柔和 你看效果吧 我好满意我的杰作呀